哈囉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華碩的Zenfone 3 Deluxe相機評測篇 那前兩篇呢 我們進行了這個戶外以及室內的一個對比評測 那其實呢 現在的手機喔 因為畫素都蠻高的 所以說在不放大的情形 其實拍出來的照片都還不錯 就是意思說你從肉眼看上去的差距是不大的 多半的差距主要就是在一些顏色 色彩還原的部分 不過那個我們之前也一再的強調說 每一台手機它的調教風格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也沒有那麼所謂的好還是不好 那最後那個評分呢 說真的就是只是為了把它量化而定制的一個標準 它並不代表說照片好不好看 因為這個照片的評測跟其他的評測又不太一樣 它是有個人主觀意識在裡面的 OK 但是今天我們要進行的是第三篇 就是所謂的落光 就是在夜間以及極限落光環境中所拍攝的照片 那這跟前兩篇其實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以往這些旗艦手機跟比較中階的手機 會拉開差距的地方 也就是在這邊的 所以說這個篇幕就比較真的考驗了這個相機 它的感光元件好不好 它後期的調教好不好 哇 這個就比較是關鍵的篇幕 好 那我們就不再多說好了 我們直接來看照片 如果你不想要用影片來看照片的話 你一樣可以到華碩的Zentalk論壇搜尋愛真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評測文章了 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照片吧 首先是樣張24 這是在路燈下拍攝的馬路 我們可以看到從這組樣張中三者有蠻大的差異 首先這個Zentalk 3.0X感覺就像是開啟了這個超級HDR 在遠處的這個椅子都相當的明亮 所以它的暗部細節是保留最多的 但是提升亮度的同時也發現在前端的馬路 這個亮度就會一點點過破 就比較少了那種場景沒有的感覺 那其實這個也跟這個系統晶片裡面的ISP 專門處理這個圖像的一個預算晶片 那我們發現在高通820 使用這種高通820基帶所集成的ISP晶片的 手機所拍出來的相片它的亮度其實都會比較亮 所以暗部細節會保留比較多這算是一個優勢 那我們看ZenFone 2的照片其實也給了一種很舒適的感覺 這個馬路也有一些人會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但是說在遠處那個椅子那邊的亮度又比較暗 所以看不太清楚 而且它的那個公園的路燈有比較偏藍色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詭異的藍色出現 那ALCX5色彩的呈現相對比較討喜 亮度也是算是一個適中的值 不會太亮也不會太暗 但是這個路燈雖然是黃色的 我們看到它的色彩呈現得還蠻黃的 但是就是稍微有一點點過度的偏黃 如果再調校好一點的話 它應該算是這組樣裝中的勝出者 OK好 那我們看一下圓圖 好 緊接著來看到的是樣張25 這個也是大家會常拍攝的夜間的街景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位放大之下 其實三者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三者的表現都很不錯 那在放大後呢 其實主要還是就差在解析力了 我們看到ZenFone 3 Designs在那個 中秋毫里的左邊那邊 有一個數字喔 229元 它都還能看得清楚 但是ZenFone 2呢 就很明顯還是輸了兩三個檔位 而且其實這張照片右邊 Galaxy S5是用1200萬畫素所拍攝 那ZenFone 2的1100萬 甚至在這邊解析力是輸掉了 1200萬畫素的Galaxy S5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ZenFone 2確實在解析力是 的表現是比較差的 我們之前在這個白天拍攝的時候 也有跟各位提過 就是即使開到1100萬畫素 它的解析力提升還是很有限 那這個可能就是一個缺點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圓圖 好 接著是樣張26 在這組樣張中 它是面對這種打光的字體 然後這個環境比較複雜 因為周圍可能還有一些路燈啊什麼的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 三台手機在測光就遇到了一些困難 所以說我們在拍這組樣張的時候 是在多次調整的角度 才算勉強完成拍攝 當然這個跟我們測光的模式也有關係啦 因為我們原先是說 預設是用中央重點測光 所以在這邊測起來就會變得比較不準 或是說一些測光失敗的情形會發生 那最後勉強拍攝完成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種打光的字體 並不像前一張那種街景 它是招牌燈箱 是比較均勻的光線 所以它這個比較困難 那 Zenfone Sweetie Dust 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它在落關環境比較偏向 盡可能去提升亮度 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呢 避免不鳥的還是一樣會過曝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字體 那個 那個國立台灣美術館那個字體 就已經顯得過曝了 那這時候如果要拍攝好的照片 除了調整測光模式以外 也可以說 就切換到手動模式去調整 不過手動模式在這邊 是算地骨篇的操作體驗 所以我們不在此做討論評分了 好那另外兩台手機呢 基本上 雖然沒有說很嚴重的過負 但是在對焦和清晰度 也是應該有一些 因為測光失準的因素 沒有說很令人滿意 那大家就看看吧 好這是原圖 好接下來是樣張27 這個是拍攝夜間的LED燈橋 那這回我們可以看到 ZenFone 2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你看那個相片中的藍色 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不是偏調 那是因為 它那個橋的燈是會變色的 那當時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是真的那個顏色是不同的 所以它不是偏調 不過我們還是把它放到後發現 哎呀還是對焦失敗 雖然說 在這種已經很落光的環境 在ZenFone 3 Deluxe 它的那個三魂對焦是 也派不上用場 因為它那個雷射的距離 也沒辦法這麼遠 那相位對焦在這種環境也不適用 所以還是只能用傳統的反差對焦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ZenFone 2的損反差對焦速度 還是有稍微差了一些 加上對焦失準的機率也是 相對於另外兩台機子比較來的高 但是如果你不要放大看其實還不錯啦 說真的這個ZenFone 2拍的照片還不錯 那ZenFone 3 Deluxe呢 還是在於解析力優勢 它解析力非常的強大 然後加上它有這個光學防抖 OIS的加持 所以說你看到這張照片 它是用1%的快門速度拍攝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放大後 它的橋上的欄杆 依然是非常清晰 非常明瞭的 那Galaxy Spine呢 可能就是缺乏光學防抖了 所以說 還是會有一些抖動的清晰 造成說 橋上的這個欄杆已經糊掉了 好 那我們看圓圖 好 接下來是樣張28 樣張28跟29 我們都會來拍攝這個地下室 因為地下室的光線基本上是昏暗 加上它的場景比較複雜 畫面是比較多東西的 所以這也考驗著相片的純淨度 我們這兩張主要來測試的是它的純淨度 所謂純淨度就是噪點多不多 這個相片乾不乾淨 那我們可以看到ZenFone 2在曝光均勻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那放大後呢 則發現依舊是ZenFone 3 Deluxe它的細節 還是會清晰比較多 所以再次強調它的解析力優勢 那Galaxy S5呢 其實當時它推出的時候就有搶檔 它是自家的這個ISO Cell傳感器 那它用一種技術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在兩個像素中間加了一面搶檔住 來降低這個像素跟像素間的干擾 因為我們知道光子射進來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干擾到別的像素 那這種技術呢 它們號稱是可以減少30%的一個噪點 不過很明顯的在第一次嘗試的技術還不夠純熟 所以我們發現Galaxy S5的噪點 反而是比另外兩者都還來得多 我們可以看到從照片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那這是圓圖 好那接下來樣張29呢 一樣是地下室 只不過換個角度再次進行拍攝 再來測試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比較低光源之下 ZenFone 2雖然畫素本身比較低 但是其實表現還是很不錯的 甚至不輸另外兩者 那解析葉我們剛剛說是ZenFone 3DLUS的強項 所以這邊就 這邊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放大後只有它能看清楚 緊急按鈕這四個字 另外兩台其實已經看不到了 而且ZenFone 3DLUS在拉高這個ISO 到3200之後這個相片 雖然說遠處還是有一些塗抹的處理 但是我們看到純淨度 依然維持的算還不錯啦 這個可以頂個讚 好那Galaxy X5呢 面對這種落光 就如同先前預期的呢 它的成功率就是比較低 然後加上這個ISO Cell還不夠純熟 噪點比較多 以及它的細節是有一個過度的塗抹處理的缺點 所以在這兩組樣張中都吞下了敗仗 好那我們看原圖 好樣張30喔 也就是最後一組樣張 我們要測試的是極限落光的環境考驗 所以在這組樣張中 它是處於一個非常落光的環境 那我們可以看到ZenFone 3DLUS其實 就是再度的展現這個色彩的明亮以及清晰度 那ZenFone 2在這邊其實也表現得很不錯 那Galaxy X5呢 就相對來說它比較暗 拍起來其實都接近全黑 所以後來我們做法就是把它曝光補償加了兩極 亮度才上來 比較好做對比 那在遇到這種極限落光呢 其實我們知道華碩一直有這個暗光鳥 其實是所謂的低光源模式 那在這個暗光環境下其實它就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開啟後 ZenFone 3DLUS跟ZenFone 2 都能相當有效的提升整體的亮度 比如說你夜晚要拍攝一些 告示牌啊文字這種東西 就是強調一定要看清楚的東西 這種低光源模式就非常的有用 那Galaxy X5呢 只可惜它是沒有這樣子的模式的 所以它的相片大概就只能這樣 除非是你後期再去經由Photoshop 這樣子的修圖軟體來做處理 才有辦法做亮度的提升喔 好那我們看圓圖 好那在最後呢我們一樣來進行這個階段的綜合評點 我們可以看到ZenFone 3DLUS在夜間與若光的環境 考驗都有蠻不錯的驚人表現 在光學防抖的加值下 即使說它把快門放慢到15分之1秒 甚至更低 成功率依然是相當的高 加上降噪算法出色 在高ISO值之下亮度明亮的同時也能保持一定的純淨度 不過我這邊還是覺得說亮度提升是好的 或許就是那個IST芯片的幫忙 但是或許在調校的部分還是可以做優化 我們會覺得在一些亮暗差異比較大的場景 就容易說過曝的情形發生 或是說讓這個照片拍攝出來就少了那個原先的感覺 因為它可能調的有點太亮 這個是我們覺得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ZenFone 2在這回它的表現幾乎是追平的Galaxy S5 可以說是成像中的表現很平均的一台機子 那我們如果不放大看這種暗部細節 或是強調或是追究相片的解析力情況 其實它不分照片甚至可以跟ZenFone 3 Deluxe並列 這其實是一個可喜的地方 那Galaxy S5其實在落空表現上就顯得並不理想 除了我們先前一直提到的快門速度慢 以無光鞋防抖易手抖晃動造成的人為因素之外 其本身照片的噪點就明顯的偏多 然後細節的塗抹感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說沒有能拿下很好的成績 但是這個也是三星手刺採用自家的傳感器用在自身旗艦上 所以我們也就不做過多的批評 說不定他們日後還有什麼革命性的突破也說不定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回的階段得分 好那以上我們拍照的测評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篇是有關於錄影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歡迎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那以下提供的是更多ZenFone 3 Deluxe的大量夜間隨拍的照片 歡迎做觀賞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